我們的官方說 中國講的就是中華民國 因為他跟我們有邦交 講的沒錯 因為對邦交國來講 全世界唯一的中國 就是中華民國 對 這19個 現在18個19個 18個邦交國 他的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一點都沒錯 既然如此 當我們在台灣 我們說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沒有說 不行 整個全世界都沒有說 中國是中華民國 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認為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不行嗎 我中華民國憲法不對嗎 你別人承諾別人的事情 我認為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這樣也不行 為什麼不行 現在又說巴拉圭的中國 就是中華民國 因為跟我們有邦交 這不是很矛盾嗎 我真的覺得在台灣的人 就是說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你北京承諾承認 美國承諾承認 另外一回事情 我至少自己承認 我自己是中華民國 這不行嗎 這也沒有侮辱到誰